近日各地豪雨不断 有媒体询问指挥中心 若是梅雨还不安过豪雨来袭 民众因为灾情被撤离到避难所时 要如何经过防疫 避免全聚感染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若民众入住避难所 因为是警难状况 可能无法一人一事 相关防疫措施会稍微缓冲 但是个人还是要做好防护卫生 副指挥官陈宗燕进一步表示 防灾计划已经拿入防疫指引 特别是针对居家解疫的民众 相关交通住宿安排 都有要求地方政府 先行规划不会有问题 像这几天 中南部豪雨的部分 那会有一些潜市区保全户 那各地方政府 都有这些保全户的民策 那我们有特别 前几天已经特别提醒地方政府 要先去比对 这些保全户的部分 是否有居家检疫的这个对象 那这是 他就可以在因应这个 苏山撤离的时候 就可以依照 他的分流措施去做处理 由于已经有部分删去民众 因为大雨不断 采取预防性撤离 如何落实防疫 兼顾防灾 确实可不容缓 传国电台记者洋日 翔江昭伦 台北本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